我来大概他们 cost 可能就是一百出头这样 Economics 是 door to door 还是什么 Economics 也是要 go for outside collection 的 如果你要 send door to door 的话 会我们 charge 一个 delivery fee outside collection 啊 这个也是 go for outside collection 的 但是你要送也可以 outside collection 应该跟随一个指定的地方 ok 对 东西到了以后 也是在 website 上面 它会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选 你只要选一个地方 我们就会带过去了 车带过去 或是车 车带过去 位移车全部偷去那边 我们每次拜三拜一晚上 大概六点多都会在这个楼下 就是在这边 B3 Place 里面 那车有没有分别的 有 我们会有我们的 logo 在上面 会有我们的名字 都在那个车上面 走过去就能看到的 每次都在这个楼下的 如果这边就比较方便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 sensitive 的 sensitive 的就是比如说 你们有一些化妆品啊 或者是吃的东西啊 那些不是跟肉有关的啦 一些零食啊 一些东西有些人要买啊 很多有些女孩子 买那种减肥饼干啊 什么东西啊 她们走这种 sensitive 的 因为她们要快 这种是两三天的 走这种就可以 但是价钱方面就比较贵 她的第一个 0.5 kg 要 16 块 然后下面每个 0.5 kg 是 4 块 这种就比较贵 因为这种是她们 勾白的 LINE 的话 就不一样了 她们是讲包你过 只要你的东西不是讲 像露泪啊 像那种特别敏感的药品啊 她们都放你过 只要是你一点小的零食 或者是一点化妆品啊 她们女孩子用的那种柔绪那种东西啊 她们全部都会放 一般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 她的是比较快的速度 所以她要的价钱就比较高 但是大部分如果真的不急的话啦 她们都会走向那一个的 三块钱也可以去运过来 也就是几块钱的 cost 如果这边不放心的话怎么办 你的东西没有问题不会放的 不会不放的 那钱已经给了 没有给啊 你是拿货带来给钱的 你是collection的时候才给钱的 我买东西的时候已经给了钱 买了钱已经给了 对 那个是给seller的 那个钱已经给了 那不会来的 不会了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出现质量问题怎么处理 质量问题吗 如果你要跟seller商量好了 可以退回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退 但是这边退回去的cost 比较高 像一件衣服的话 至少要十多块新币 可以退 就是cost 比较高 你可以去alipay那边 dispute dispute seller也是给你几个option而已 第一个退回 第二个他退你一点钱 只退回 如果退回的话 他不会帮你玩这个 international shipping的钱呢 还没有ship吗 还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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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产品 比如说这个产品 他本来质量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来到这边 我来到这边 质量问题了 那我们还得付这个 应非危机给他 对 除非你跟seller之前就讲好了 说你这个东西 会需要到国外 需要他做一些特别的处理 比如说他帮你在那边全部却好 或者是有问题的话 你跟他讲好了 要他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 这样的话就可以 富兰的话 一般seller只承担 中国国内的那一趟运费 国际运费他不承担 最便宜的话 一公斤两公斤的话 也要十七二十块钱 这是最便宜的 东西如果是 运 在freet的时候弄坏的 不是 freet的时候 因为是这样的 freet的时候 我们都是去外面的box 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到我们手的话 外面那些都是完好的话 我们就会ensume 它里面也是好的 如果我们打开来就破了 如果打开来破了 就要运费 到底是在飞机上都没破 还是seller 发过来里面本来就有破 是谁负责的 这个就要 你先跟seller去做这个 complain先 看他怎么说先 我们有insurance 我们有insurance insurance 保他的掉 就是你的货全部掉了 找不到了 有insurance 但是如果里面有 在当问题的话 有的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因为货不是我们买的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只是保他外面完好 无损就可以了 所以里面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 这些东西 你们是确保那个箱子 对是好的 对 来的时候你拿到一定是完成的 一定没有问题的 只是确保这些东西 那里面有问题 那除非是睡了 也不知道 除非是睡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 你拍照啊 我们收了可以拍照 可以啊 上upload review 那个可以 seller看怎么样 seller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 推一部分钱给你 这个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因为你寄回去的话 那个钱要很多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寄回去 他们上次有买一个扫地的 就是家里扫地的那个机器 冲了电以后 放下去他自己会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大概也是用了两个月左右 可能不太好用吧 他想退回去 大概运费就要50块新币这样 他买来也就是好像400还是500人民币这样 他绝对不会算 他只是问seller 旅放了一些钱 可能旅放了一两百块这样而已 所以这种东西 你要真的要退的话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不划算 很多人的东西都不值那么多钱 大部分人自己用的 除非是你真的讲很值钱的 但是也不会在那边买 大部分也是会在这边 大部分人买的东西都是一些 SS3啊衣服鞋子啊 顶多有些人用的是家具 但是家具你也不能再往回运 有一点问题 叫他再运一些配件来 你自己弄好他 不可能再往回运 没有办法去做 因为太贵了 这边运回去的cost 你不划算了 最好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话 你可以request我们帮你在中国拍一张照片 让你看清楚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是是不是有问题 要钱吗 不用 你只要在我们那边要放一个request 我们可以帮你拍 那个没有问题 随时要等到那一天才有折扣吗 114 如果你要50%折扣的话 就要等到那一天 现在已经开始有二十三十的金钱了 AliExpress也是有 有都有 AliExpress的话 要看seller的 不一定每个seller都有 但是淘宝的基本上都有 他是seller去先去报名先 报了名的才可以参加这些活动 因为报名的有些就没有 你去111.tmall.com里面就有 Tmall跟淘宝是什么参加呢 Tmall跟淘宝就是 怎么讲呢 Tmall就是新加坡的 就是那种shopping mall那种 要正规的 淘宝就是Basamara那种 不要正规 Tmall的一般就是business for business了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了 他在Tmall set up他的公司 就是他的店来买 如果是淘宝的话 很多就是Basamara 我家里 我可以进一批货来 我在淘宝上卖 你是说他不会有 你会有方法 他的区别主要是在这边 Business的他的店比较大 他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讲 比较正规一点 他要注册的时候 我需要summit他的一些职照 要license 这些东西给淘宝 approve 他才可以去Tmall 小的个人的就进不了Tmall 比如说你只有拿一张自己的IC 去Tmall的话 他可能不会让你去 他要达到比如说你公司要注册多少钱 要一些东西你才可以进去 因为进Tmall的话 淘宝要求交很多钱的 所以大部分个人的都在淘宝里面买 因为淘宝是不收钱的 所以你在淘宝就有可能买到便宜货 在Tmall很难 Tmall那边是不可以说 可以买家 淘宝 你知道淘宝可以跟卖家讲 我这个可以便宜一点吗 Tmall就没有 Tmall那边他讲多少 基本上就是多少 他只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用 怎么用这样而已 他不会给你还价 淘宝都可以 因为是自己的货 所以这个可以还Tmall吗 可以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Tmall淘宝都没有问题 所以一样我们就去那个 别人付那个 对就可以了 都没有问题 这些就是buyair的一些 他的我们provide的几个线路 如果你们发破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些线路去发 这边有没有保险的问题 比如说我买一个花瓶 那我要买一个保险 不然你破的话 有保险工资配有没有这个的 保险公司的话 他也是不保这些易碎品的 他只是保你的东西丢 比如说你的花瓶在冲突中丢了 找不回来了 这个东西可以claim保险 但是你的东西花瓶是碎了 或者怎么样的话 不保的 因为我们曾经海域有 他们运这种很大一块的玻璃 他运三次 三次入碎了 你又没有办法 最好是买玻璃的东西 他讲他一定要那个东西 但是我们跟他讲 你易碎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 保证说一定没有问题 因为他的货柜 在船那边 他每次这样掉上掉下的时候 就是那个机器起来 然后放下去 里面有东西一点震动 你的玻璃如果包的不好的话 就一定碎了 那种易碎的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去保证那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写 这里面是玻璃要小心的书 也没办法 我们装的时候可以小心 但是你装完了以后 你上了船以后 就没有人知道里面这些东西了 他每次 你要从那个吊车 吊到船上面 然后到时候他下的时候 又吊来 小船又吊到大船上 然后又这样 下赶口的时候 又吊下来 然后拖车又拖来 所以这一路过来的时候 那种东西就没有办法 有人保证了 所以保险公司也不做 我们也问过 他们也不做 交易的保险 交易的保险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交易 比如说一千块钱 还是五千块钱 然后 出现所谓的工商的欺诈情 也还是说 货不对办这种 所以承担责来 对交易的保险的话 你已经在支付宝那边 做了担保交易了 就你的钱还没有还给谁了 你要拿到货以后才还 如果你拿到货的时候 你觉得货不对办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货不是你想要的 你可以当时就跟他拒付这个款项 比如说我要退款 或者是我要投诉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个在淘宝 阿里巴巴 跟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就可以直接做了 一般这个时间是十天之内 如果你十天没有action的话 他的钱就会自己给卖家了 如果你在十天之内有action的话 就可以把这笔钱先hold住 他也收不到 你也暂时拿不回来 你可以上传你所需要的一些proof 给淘宝 说这个东西不是当时你想要的 只是他图片上是这样 但是拿过来就不一样 每一个项目的那个 每一个位置就是说 可以提出这个 可以 等一下 等讲完这边以后 我就跟你讲这个投诉的东西 这个是淘宝里面的 嗯 剩下来的就是在我们的 website 里面 上面那个他的寻门咯 我们就 我们Wehouse 收到你们的货的时候 一样咯 我们会update那个number 像这个 你的货发过来 我们的Wehouse 是什么AVU number 是哪一个forwarding公司给我们的 然后他的HV是多少公斤 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告诉你这个volume是多少 然后这个东西是normal的 还是sensitive的 我们会告诉你写在这边 是衣服啊 还是什么东西 如果他看到的话 就会关机写进去 嗯 剩下来的这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pay on behalf 一个是other 是这样 有的seller 他不帮你还国内的运输费 比如说 他说这个这个钱我要帮你 你不给我我也不收 我要让快递送到那边的时候 收这个钱 我们可以帮你还这笔钱 比如说你有个十块二十块的钱 不方便还的话 可以送到我们的Wehouse 我们直接去帮你还这个钱 我们会把这个钱update这边 帮你还了十块或者二十块 到时候你还圈那时候一起还给我们就可以了 哇 就比较方便 好调理都是小的 都是小的 大额的就不可以了 五十块银内的都可以 大的你需要宣传说给我们 我们才帮你玩 对 三面完了以后这个空运就完了 你就是等收获了 剩下来的就是这边摆C3了 C3我们也是给你两种选择 一种是self-collect 另外一种就是door to door detail rate的 C3的话我们就不靠摆它的位了 就是不算它的重量了 我们只是算它的大小 算你的东西 占了那个container 占了多少位 算多少钱而已 我们最小 从0.1个cube meter开始算 如果你的东西是少过0.1个 少过0.5个给米的 我们就会换到0.1 0.2 0.3 0.4这样帮你这样算 如果你是0.1个cube的话 我们就只收你39块9的运费 比飞机贵 不会啊 15块 你39块9东西其实最多的话 可以装到40到50kg了 就是小东西就不要了 小东西就不要了 大一点的可以 像你又慢又贵 小东西就不划算 对小东西过百an的比较划算 如果你是大东西的话 用用海运的就比较好 这种save free的就比较好 算一个货贵的 这个都是散的 很少了有自己一个货贵的 对 如果你算到 你比如说你买一个这样的柜子 这样一个整个柜子 大概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0.2 0.3个cube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运费就是59块9 或者是69块9这样 从中国带来不离去你家里 这个就是运费 时间也是10到12天这样 从装船那一天开始算 你的东西到了 Wayhouse 到了Wayhouse以后 也是跟空运一样 它会告诉你哪一个 博物电话我们 你送了一件货来 是按照你的名字的 全部会update在那边 对 因为以前我购买 用购买 它有 Document Fee 还有 Forkleaf 一次三十块 OK 你们如果是走那种外面的 Polundin company的话 那种 by sea free的 他们不是做多土多弟弟 worry的 他们是做pot to pot的 就是他的东西 从中国的港口到新加坡港口 到了港口以后 你们需要自己再多做一个clearance 那个钱的话就很多了 他有Forkleaf 费 他有Wayhouse费 他有乱七八糟的 什么在港口的那些chargers Document fee 他算起来的话 可能你一点点东西的话 要算到几百块 500 600这样 然后帮你送过来 还有transportation这样的钱 可能加起来的话 没有这种 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是整柜过来 你们的东西在整个一个货柜里面 我们只花了一个Document fee 就是整个一个container 我们算一个Document进来了 但是在custom那边 我们报的话 是一个company收一个货柜 等到拉去我们的Wayhouse以后 我们才帮你分出来 所以你们不要承担任何Document fee 不要承担任何的Forkleaf fee 不要承担任何的transportation fee 因为我们已经做完了 整个palette 一样的 是多大就算多大 也是不用Document fee 不用不用 全部不用 at least 你自己company 你要claim回那个GST 你就要给一个Permit fee 30块 我们会帮你单独做一张Permit 让你去claim那个GST 那个就要extract的30块 不然的话 就没有任何extract的钱了 claim 那你是还还是claim claim GST可以claim的吗 你是确定register company 的话就可以claim回来 那个GST 也没有GST 所以给 你必须 你的GST三个月不是要报一次吗 你的是那个shipping fee的GST 不是 就是你买东西的GST 然后那个一千块 七八千的GST 他才知道里面是什么 全部在你的 是你报给我们 我们报给他的 哦 是你跟他讲啦 对对对对 不要跟他讲那么多啦 我不是讲了吗 你跟我讲多少 我就跟他讲多少 不是啦 哦 哦 我不要换了 哦 你知道吗 是谁是谁的货吗 哦 我不可能有理货 不知道是谁的吗 谁发的货 我们会知道的吗 哦 这些这些以后 门讯我们基本的要知道啦 最起码你谁发的货 我们是会知道的啦 比如说你发的货 如果这个东西发了什么 五个table六个柜子 我们会知道这些 你们没寻的 你给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是五千块钱 我们会跟他讲 这个是五千 要交七八千是多少钱 我们会全部报给他 但是就是讲 他信不信 那是另外一回事 通财来讲 在新加坡的话 Persona used的 他查的不是很严 但是公司的查的比较严 嗯 Persona used的话 他对这对这种家具啊 什么来讲的话 因为那个价钱 可以高也可以低 没有很等等的价钱 所以他不好全 但是你如果是工厂的 那些货的话 就很好全 你报的太低的话 就很容易查 那查到怎么办 第一次翻咯 第一次翻十倍咯 第二次一百倍咯 第三次坐牢咯 就是这样咯 十倍喊头啦 今天我们不会喊头的 一定是给钱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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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淹掉 哈哈哈 他们有 他们有人中过 他们有人中过 买中国的白酒进来 白酒 对 就是那些酒啊 要给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少报了很多的 他们大概是 少报了一万五的 第一次 十倍就罚十五万 所以这种罚得很重 通常的话 像这种东西 如果真的不报的话 抓到的话 就很大问题 所以一般我们 在中国仓库的时候 他们会做一个 怎么讲 说话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东西 他们会 首先会check一下 如果就是浮动的东西 就不check了 就这样直接就过了 就看你们报什么 我们就写什么 万一酒说cocola 哈哈哈哈 万一酒说cocola 他不信啊 他万一打开来看怎么办 那么多东西 那你会打开来查 会的 他真的要check的话 他就叫我们进去开 开来给他看 然后再抓回去 弄两三天在那边 如果他要查 就是这样查的 如果他不查 就没有办法了 上次中国还有一个 他买了很多肉 香肠 腊肉 新加坡 一开始自己租 后来到了最后 他就到网上去卖 卖了以后 也是被人家说 说这个东西是肉类的 没有经过AVA的 直接打电话去投诉 然后AVA的人 直接说他要买肉 去他家里 在冰箱里 发现很多进口的肉 哈哈哈哈 那个人也是直接 因为这个肉的话 还好一点 他只是罚款八千块而已 啊 罚了八千块 然后他整他整个家里 那些进口来的肉 全部被拿走了 如果下次再换的话 就直接他想要坐牢 三个月还是半年这样 啊 没肉吃 吃新加坡的肉 可能不好吃 今天他没有 没头牛 哈哈哈哈 所以那些东西 如果真的饰品 没有很必要的话 不需要买那些 这边也是有的卖 因为大部分 我看中国人买的比较多 像肉啊那些东西 他们偶尔会有一点 家里寄的 想吃一点家里的东西 他们偶尔会有一点 大部分新加坡人 没有这样的习惯 说要去中国买肉回来 哈哈 大部分没有 他们 新加坡主要是买那些家具啊 家里的 他们买 很多人买那种风水石 那种上面有一个球会转的 放了插了电 球会转会流水下来 很多人买 买那种风水石 一个一个的 很重的那种 三百多人民币吧 我看 刚刚这么大吧 哇 很多人买 很重一块的 那种风水石 很多人买 因为船运 他们是算大小的吗 只要你东西小的话 运费才几十块而已 很便宜吗 那福禄寿的送货的很 我们有时候送货过去的话 都是这种风水石 一块一块很重的 拿了就这样 放下来 就这样送上去了 全部是这种的 很多人在中国都去这种东西 所以如果家里有时候 自己要买的话 可以自己去买了 就不用直接到那边买了 那边贵了 哈哈哈 还要自己去拿 哈哈哈 有了 有了 讲的 嗯 就是 by c free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七八仙的GST 一定要还的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跟A一样 说四百块以下的 %不用还 这种的 就一定要还一个七八仙 不管东西是一块 还是十块 还是一百块 不要还那个七八仙的GST 给政府 因为不难的话进不来的 因为我们的是一个Cartina 做一个Document 不可能会低过四百块的 所以所有的 在里面的那些东西 都要还一个七百仙 我们把它Consolid 一起再还给政府 才X一个人的东西进来 所以到 所以你们就不用 还多余的Document 还多余的那些 那些码头的那些 就省了一些很多钱了 通常这个货 从哪里发出来 我们的维号都在广州 广州 嗯 全部都在广州 大部分 会不会从上海 上海的Seller 比较少 所以我们大部分 都是从广州那边出来 因为出货的港口 都是从广州 有些Supplyers 在江苏那一带 他怎么发到广州呢 他们都用国内的快递啊 大概两天这样 发到广州 对啊 他们都是用国内的快递 发过去的 国内的快递的话 现在很发达嘛 一般就是两天就到了 所以 时间上面 不会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 如果你在上海 也不要在广州 也不要在广州 你不好 分两边发的话 你就要分两边付钱了 你不可以 在一个Wayhouse里面 如果我跟别的地方 买不知淘宝 叫他们 都可以 都没问题 要有一个 是我的 还是谁的 那个 每个人 他进去看 都不一样 每个人 自己有一个 你进去有你的 他进去有他的 你们用自己的 到了 Wayhouse 他自己会放 然后放在 Wayhouse里面 你就看得到 有多少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 这个 GST的话 几个的时候 自己控制了 就是不要提过外面 太多了 提过太多 有时候 他真的会 就很麻烦 叫我们去里面查 说这个东西多少 那个东西多少 我们就会把你们所有 报的 全部都带进去 说这个东西 报的多少 那个报的多少 我们会给他看 就是这样 他如果相信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他如果真的不相信的话 要你给 Wayhouse 叫你给什么东西的话 就又要问谁了 要了 又要去做 就很麻烦了 担忽很多时间了 担忽是整个container 整个container 都会担忽 哇 他们是被杀伏了 对就是有一个人出这样的问题 就大家都杀伏了 就是这样 就是啊 所以 你们报了以后 他们做 他们做那些 Document的人 就会看一次 没有问题 就会报上去 如果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会打电话来跟你讲 这个有问题 要不要重新再报一下 就会这样 收发都还好啦 如果都是普通的东西的话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我们讲是Sample 可以吗 Sample可以啊 但是Sample也要有价钱 只是便宜一点而已 不可能低到零湖吗 一样咯 你的Sysumen的单 全部进了Wehouse 他会全部这样list down出来 告诉你 哪一个ABU 是从哪一个Homini Homini过来 你这个东西 Wallium大概是多大 他全部会list down在这边 你一看就知道 你的东西大概是多少钱 这边有 如果你是全部在 全部出来 大概加一下 就知道你的整个Wallium 大概多少 但是一个人来自别人的 也看得到 看不到别人的 只能自己看自己的 这个只能自己看自己的 这个就是告诉你 到Wehouse里面 大概有多少东西进去了 是从哪一个Forwarding Company 来的 然后剩下来的 你们就是要填这边了 这个Forwarding Company 三过来是Product 是什么东西 里面有几个 或者你有什么Special Request 可以写在Limax里面 总的价钱是多少 到时候我们报的时候 就不会说你们填的这些 也不会直接爆了 那价钱是什么 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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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的价钱 你买的人民币的价钱是多少 哦 嗯 你只买一百块 就写一百块了 但是你可以跟外面的市面价钱 大概空拍了 如果便宜过的话 你也可以添比较便宜的价钱 没有写好啊 会弄错 嗯 对这个回去我改一下 没有写人民币的符号 对 之前有人民币符号的 不知道怎么拿掉了 对 这边就是写那个Declary Value 写完这些以后 就 一样的 你按这边Submit for transit Wayhouse 就会把你去做Backing Now 有时候 他拍以后 会比你的 这边看到的要小 因为他会把小的全部 包在一起 大的单个单个放 如果是小的趴车的话 他会 他会全部把你拍在一起 有时候Volume 就会小一些了 这边都是一些reference 大概的价钱 不会变到很多了 你看到的基本上跟你 拿到手的东西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就是Coupon Payment 我们的website里面也是有这个Coupon的System 就是我们不定时的也会给一些优惠件给用的多的客人 或者是过年或者是过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活动会给 所以这次来的时候我也是会这边给在座的每一位都会给20块钱的Coupon 以后用我们的service的时候这20块钱你可以抵运费 或者是你可以在我们的website里面 top up或者做些什么东西都可以 你只要还钱的时候你选择这个prepay 然后你放Coupon number 他就可以抵扣那些钱了 如果你要Pay for CLD的话就不可以 因为你是当面还钱了就没办法用那个Coupon了 如果你要在外面拿货的时候给钱 就一定要给一模一样的钱钱 如果你是online先还的话 然后再去拿货 你就可以把那个Coupon全部用上 这个就是很简单了 都是完全的时候 就是放那个号码进去就完了 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不是放了Coupon number就top up 20块 这是抵那钱不可以top up 抵那个运费的 不是top up 不是从这边来的 剩下来的就是我给20块的话 因为今天我没有把那个卷全部印出来 你们只要留手机号码给我就可以了 等下晚上回去我会把所有的Coupon number送给你们 你们到时候在里面直接还钱的时候 把那个Coupon number 6放进去 就可以抵扣钱了 可以用一次而已 我会 你们要10块两张还是要一张20的 如果10块 一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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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般一次是 因为一次最低是10块钱左右 所以给两张10块比较好 就可以用两次 如果一个20的话 你可能一次用到10块 另外一个10块就用不到了 所以我可能给两张10块的 就比较比较方便 哦 10个一块 10个一块 你不方便用啊 你要放10次啊 哈哈哈 一直只能用一块 我们要用10次 对 哈哈哈 然后我们一次不可以用两个Coupon 不可以 那次只能用一个Coupon 哦 你把电话号码写给我就可以了 啊 你不可能把那么多Coupon 都放在一个里面 然后我先给你们 哦 要用两次啦 要不然 对啦 如果我给两个10块的 你不就是用两次了吗 如果一次如果是15块 就要多5块啦 就要多5块啦 再用10块这样吧 好 我来说 好 你不可以用一个Coupon 几乎 我来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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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东西最重要的就是看清楚一下 不要人家买都跟住买 你们现在在淘宝有些那些 他的下面的comments 很多都是假的 所以告诉我们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真的 这个很难讲的 你要买多一点 你会慢慢有感觉了 好像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不一样的价钱 有一些会 但是不一定最便宜的最好 不一定 买一样吗 他的图案是一样的 如果你买无关紧要的 可以选最便宜的 但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像这些电脑方面的一些东西 最好是选一些 大家买的可能comments 比较多一点 写的比较detail的那种comments 选这种的店 其实他的网站 比如说 顺利的一些可以付吗 可以啊 只要是用淘宝 可以 用alipay可以付的 都可以 迅雷可以 迅游也可以 只要你top up 你的alipay就好了 所以我要开一个alipay 还有迅游 跟迅游 top up就好了 然后 我就是要开的 就是两个就够了 然后你继续top up迅雷 迅雷 是要看电影的对吗 然后可以download 比较快一点 对吗 迅雷可以了 还有他们很多人 玩游戏的人 也是要top up 全部都可以用 支付宝来top up 这些东西 我们的website 其实你要register 就很简单了 你只要按这个register 就好了 就是一样放你的parsal 跟你的user name 就好了 放email 然后放你的电话 他会伸一个你的 在你的电话里面 你放进去就很觉得好啊 如果不是在淘宝买啊 跟别人买 也可以啊 用alipay 用alipay 可以从你们这边top up 可以 几千块也可以 几千块啊 你直接传送给他 你放心吗 反正 要用western unit 那样 那你就要多二十块 不是 要不然就用paper 如果你用 如果你用 你这边呢 我们大概一大多都是用gmail 但是你们那边gmail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他是新加坡 不是在中国 哈哈哈哈 对 在中国 Google 有问题 Google 也有问题 因为在中国 Google 是被屏蔽掉了 看不到的 Google Facebook 都看不到 在中国 全部被屏蔽掉了 可以用这边 但是 就是讲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很多 差不多的这些网站 所以 他们进来的之后 政府就想暂时的 屏蔽掉 不让他们进 因为要保护国内的一些网站 以后肯定会有啦 以后肯定会有 以后肯定会有 可以看得到 在中国也是看不到 因为中国也是用自己的微信啊 微博那些东西啊 好 OK 谢谢 那你们最多 就可以 转售多少去阿利贝 阿利贝的利益 其实 一个月是 2万块人民币这样 只要不要超过这个 transaction 就可以 一个月是2万块人民币 大概是4000多新币这样 只要不要超过这个 你们可以多少 你的这个利益 不要超过我们的利益 都可以做 可以没有利益 其实我们本身自己 其实没有什么利益 但是 如果你的阿猫 transaction很多的话 我们就会要求你 撒命一些东西给我们 比如像 iCN 那些东西 我们要知道是谁在 传什么这么大的阿猫 因为怕有人会问嘛 因为 以前我们做的时候 也是 新加坡的 MAS 信用区那边也来问过 我们 是不是要做 lumit dance 实际上我们不是做lumit dance 我们是帮做 top up 跟完全 他说如果不做lumit dance 的话就可以做 但是如果我们要帮你做lumit dance 就不可以做 所以我们只是帮你们完全给sale了而已 就是只能做这一款 其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 这个不算人民的 因为不进银行 我还没有买东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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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买货的时候呢 如果买货的时候呢 从中国 那边我们还要加那个 那边的GTS 那我们就是 一次要换 两个GTS 一个是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 一个中国的 中国出口没有GTS 没有GTS 只有新加坡进口的时候 在做C Schumann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GTS 白A的一般也是没有的 白A的话 因为我们的Schumann 会发起分开来走的话 很难达到400万 那时候 所以一般也达得到不够 只有白C的时候 Cotainer太大了 抱不到那么低了 所以没有办法 大家都要玩 但是一个人一点点 就够了啦 就是一个 大部分就是 他的 他的 Seller 工厂的造船 他带你什么时候 不知道是一个 会赢的大款 你是说 运费还是多少 运费啊 谁都会告诉你多少钱啊 呃 就是 Domastic 他会告诉你多少 Seller会讲 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送去广州的话 要不够多少 他会告诉你 通常国内的运费都不够 一块土薪多了 一般都是 最多 十五块 二十块一币 两 四五块一币 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 不会超过很多 除非你东西很大 像他的 他的玩具 那种很大箱的 他的一箱玩具 有半个柜子这么大 那个就贵了 你的 你知道的 stripping多少 Domastic Domastic 是包在价钱里面一起 在逃跑 可以 可以跟他一家 你是在逃跑 在逃跑 但是他 所以觉得这样的东西 但是还是可以 可以 但是你要回离拜 你的 你要认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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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得了嗎? 剛才講到要投訴賣家或者是你要退款的話,你買完東西以後,在這邊就有兩個半分了,一個是退款退貨,一個是投訴賣家。 如果你收到的東西有問題的話,你在十天之內佔你的錢還沒有給賣家的時候,你可以隨便按這個兩個其中一個,你要退款或者是你要投訴他都可以。 你按這個退款,直接到淘寶上面,直接到淘寶,不是到賣家。 你按他就會有兩個選擇,退貨退款,就是把貨退給他,然後再退錢。第二個選擇就是我只要退錢,我貨,我都不要,看你要選哪一個。 但是你在國外的話,你的貨很難退回去的,你一般就是選這個,我只要退款。 比如說你買東西100塊,我覺得我這個東西可能我不值100塊,跟你之前講的不一樣,我只想花50塊,我可以按這個,我要退50塊。 然後下面他會加一些理由,為什麼你退50塊這樣。 然後你按完以後,淘寶也會看到,Sailer也會看到。 如果Sailer不同意,那邊他會有另外一個按鈕,他會說我不同意這個退款。 他又會回到你這邊,然後他會選一個理由。 如果你覺得他的理由是可以通過,或者是不可以通過,你可以再選擇。 他又會載到你這邊,好多的。 我沒有了,我沒有了,我沒有了,我沒有了。 每個人都要好,沒有。 很多賣家,他們沒有貨,跟你講過, 賣家,他很深,他沒有貨進來,但是他要做你的聲音。 他跟你講,有貨,有貨,有貨,你't a challenge,你到不來。 很多賣家,其實他是一個空母帶的,他們沒有任何的。 他跟你講,我錢給了他,他跟你講,對不起,可以花東西嗎? 很多這樣的 如果你用支付法,你可以直接跟他講,我幫你退錢 可以跟他講,他沒有獲錢 一退的話,那個錢就回到一個支付法 就比較方便 不會扣,沒有扣任何錢 因為他沒有獲賬,你用這個就比較安全嗎? 如果你直接是錢用那個 credit card 你直接還他了,錢已經過去了 他也會退回你的 credit card,但是你都不知道幾次他退回 他有退回的時候,手續費已經扣了 退不到原來的錢 所以也是比較麻煩 所以還是用這種人會比較方便一點 而且我們的shipping fee,你可以來了以後再還 不用那麼麻煩提前還 他下面會有幾個解釋給你 如果你沒收到貨的話,你要退錢也可以 如果你收到了貨,你為什麼要退錢? 他會叫你寫這樣的理由在裡面 你也可以 attach你的照片 那個產品的照片說不好 你寫在這裡面 你寫在這裡面 告訴賣家,告訴唐寶 如果唐寶覺得你的理由是 是的,他直接買那個錢就回來了 就是都不用通過賣家也可以 DV公司 我沒有信件費,你沒有辦法退了 沒有信件費 他沒有信件費 你買得100塊,就退回100塊 你送費的時候,我連那個是不一定會 放進去,然後不過 運費啊,你是說運費 運費的話,請退的吧 因為東西已經送過來了嗎 運費已經是花在裡面了 如果你要他退50,他可以退50 如果這個進去,我要你退50 我覺得他自己是50塊,不是100塊 他可以退回50給50 這要比較方便嗎 如果是 這個是Tmod Tmod 這個58 如果是,就是可以進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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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便的話 從小路上行李 然後 因為海外行人行快了 你這樣這樣直接運用不到海外 他們就快直接運用不到 所以這個要合照,要入到我們的那種 所以你就是一樣喔 你的女生的時候或是在網上冷靜的時候 你不要往網上冷靜的時候就知道了 你把这个交给Sailer就好了 然后他发现我们的仓库 不用跟他讲是直接到外的 等到了我们的仓库以后 你才从我们的仓库外 他不知道其他的传递 他以为你上车过去 就是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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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那个 仓库 对 等你到我们的 不想采用你自己的 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不知道 他因为你是一个国内的一个 人家里去买 他不知道你 rigt到哪里去买 他不知道自己买的 他自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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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子 像如果 这种铺平坡 是选宵一个淘宝一个 这样会怎么行 因为淘宝的他就 有人买过吗 他可以看一个 买的 我们的价钱上很低是没有人买的 你问的时候他就讲别货了 所以就说 教他们怎么做 那些 那些 如果好像这么低的话就比较多了 比较多人买了 他会告诉你了 有一点掉气了 从体来这样还满意了 一人四份很有偷我买 后价紧接时的 像新的 你给他看什么 Aribe Express可以吗 Aribe Express也可以 他用USDOM感的 你看一选 Earthstone还是UFOX UFOX的 但是 这些买家的cloud 他们又有新的一个star 这个卡锡赛在哪里 在中国的啊 在中国的啊 在中国呢 在淘宝应该有啊 哦 我去找 我幫買可以啊 Cycling Sport 這是他這個衣服